嗨,大家好 今天向大家介绍一下FluiBSD中的防火墙 我们在FluiBSD官网Documentation中打开Handbook 在它的手册中 我们可以找到关于防火墙方面的文档 我们可以看到它列出了三种不同的防火墙 分别是PF、IP、FW 最后一个是IPFilter 简称IPF 今天向大家介绍的是其中的PF 我们打开它 可以看到这个PF实际上就是PackageFilter的简称 另外还提供了这个项目成员所维护的一个教程 我们也可以打开这个教程看一下 好的 可以看到PF的功能是比较多的 今天我们要编写一个简单的防火墙规则 所以的话我们就没必要全部都看完 我现在切换到命令行 我首先使用SSH 使用FluiBSD用户登录到我的树莓派 登录进去之后 我们首先要启动这个PF防火墙服务 我们首先需要编辑一个文件 它是在ETC下面 叫做rc.config 我们在文件的最下面加上一个 PFenable等于yes 这样的话我们的系统在启动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启动这个PF防火墙 我们编辑好这个文件之后 我们还需要创建一个PF的配置文件 我们把所有的规则放在这个配置文件里面 这个配置文件路径是在 etc.pf.config 如果大家这个文件还没有的话 需要自己创建 我之前已经创建好了 并且在里面写了三条规则 大家可以看到这三条规则 分别是block 然后是两个pass 第一个block 是对 从外部进入我们系统的数据报 然后第二条是pass 这里有个out 指的是从我们这个系统 发送出去的数据报 最后一个pass 是对 外界进入来的TCP请求 并且这个TCP是访问这个ssh的端口 22端口 所以的话我们这个规则是非常简单的 它就是会屏蔽所有从外部进入的一个数据报 但是它会允许所有的从系统本身发送到外部的数据报 然后最后一条是允许外界通过ssh登录 它这个规则是从上到下 全部都执行 后面的会覆盖前面的 所以我们的第一条规则虽然是屏蔽了所有的外部的数据报 但是我们最后一条规则 它又做了一个特殊处理 允许ssh方文 好的 这样的话我们这个配置文件就写好了 然后保存一下推出 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可以启动pf这个服务 在命令行里面输入ssh servicepf start 好的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运行这个服务之后 它会输出一个enablepf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想再输入任何内容 它现在防火墙启动的一瞬间 它会断开所有的链接 所以我们现在要重新登录 我在键盘里面输入一个波浪线 然后再输入一个点号 就可以断开这个ssh链接 然后我们再来登录一下 好的 现在我们之所以可以登录 就是因为我们的防火墙允许ssh 如果我们想查看防火墙的状态 可以在命令行里面输入pf control true 然后-s -si 好的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需要使用管理员 在前面加上su2 可以看到我们的状态是enable了1分13秒 如果我在这里面再运行一个nc 这个是netcat命令 来监听一个端口 我们可以监听一个80端口 我使用-v-l80 好的 我监听好这个端口之后 如果我在另外一台电脑上面想要访问这个端口 我使用nc 192.168.31.177 访问它的80端口 大家可以看到 我现在并不能够连接成功 我在客户端里面输入内容 客户端都接受不到 就是因为我们已经启用了防火墙 而且这个防火墙 只允许ssh防火 它不允许http防火 所以的话我们就要修改一下防火墙的规则 然后打开它的配置文件 pf.config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复制一下 把这个规则 然后把它改成 http 好的 另外大家注意到 最后面这两条规则基本上都一样 如果我们想快速的编写的话 可以使用一个大口号 然后把好几个端口都放在一起 这样的话就比较简单 然后保存一下 好的 然后关闭这个文件 现在我们的防火墙就允许ssh以及http 如果大家想看一下这个配置文件 语法是否正确 可以在命令行里面输入一个 s右度pf.config 如果运行这个命令没有任何报错信息 就说明我们这个语法是正确的 我们就可以再来运行一下 这个-f 它就可以生效 好的 生效之后 大家再来使用ncat 来监听80端口 然后我们在在客户端里面来访问它 我数字哈喽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我就可以通过80端口来访问我的FluidBSD系统 OK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pf防火墙 它的配置文件还是比较易读的 它是用英文单词来表示它的含义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关于 这个pf防火墙的知识的话 可以阅读一本专门讲pf防火墙的书 叫做The Book of BPF 第三版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